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中国人很友善 但中国人很难找到好友善 如果你不是中国人的话 我们特别要来思考怎么样建立一个国度观 从神的角度 从比较宏观的角度来看 一开始的时候我想特别用两节经文来作为引言 在约翰福音五章十七节跟十九节的地方 我帮大家来读一下 或者大家一起读也可以 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 来 请 耶稣说 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 耶稣说 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 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 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只才能做 所做的事只也照样做 好 谢谢 所以换句话讲就是说没有错 神在一个礼拜用六天 第七天安息日一个礼拜七天 就创造了万物是没有错的 但是主也说 两千年前主也说 我的父做事直到今日 我也做事 所以换句话讲 其实神还继续一个新的创造 因为就像在更多后书五章十七节里面讲到说 若然在基督里就是新的创造 有没有 其实有一个新的创造正在开始 正在形成 这是一个 所以主耶稣神在做事 我便宜当做事 这是一个 另外十九节主耶稣这边有讲到 祂说 今天我不是凭着自己在做什么事情 乃是要看父神在做什么 我也跟着做 所以回到灵命塑造的根基上面 我想今天早上 刘院长给我们一个很好的讲座 特别强调 我们自己跟神之间的一个关系 那个其实才是根基 简单的来讲 我们今天活在这世上 大概分成两个大的方面 一个是being 我自己跟神的关系 另外一个是doing 我在参与 在做什么样的工作 或者是事工 其实从比较广义的角度来看的话 其实我们外面做的事情 还是其次的 真正重要的是跟神之间的关系 那个最重要 也就是说如果我们今天从大诫命 马可福音十二章 就是我们要尽心尽性 尽意尽力 爱主我们的神 对不对 如果从大诫命的角度来看的话 今天我们不管做什么事情 其实是 it's okay 但是重点就是说 在我参与这件事情 做这件事情 或者是我修课 或者是我做任何的事情 有没有帮助我更爱神 那个才是关键 如果今天我做一件事情 不能够帮助我更认识神 更爱神的话 这件事情是多的 所以我在学校里面 也常常鼓励我们在神学院的学生们 就是说你不要一直想说 你要再多修一门课 你不要一直想说 我要多拿一门A 那个不重要 其实是你跟神的关系最重要 所以在大诫命里面 也很特别 就是主的吩咐是 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 爱主我们的神 他只是说 第一个要尽心 就是心要向着神 但是他没有说 你的performance要怎么样 至少在那一段经文 这是一个 那在我们服事的过程当中 其实有些观点 也许我们需要重新的去思考 特别是从灵命的角度来思考 那常常听到一句话叫做 格局决定结局 就是说我们看事情的时候 是不是需要更长远一点 更宏观一点 好比说当我们想到 国度我们愿意参与的原因 就是因为它有永恒的价值 然后呢 那其实我最近听到一个 很有意思的讲法 这个是张文亮教授 提到的一件事情 大家知道有些人 特别台湾辈子人 可能对张文亮很熟悉 他是一个很好的基督徒 原来在台大教书 最近退休的 那国内来的朋友 就是弟兄姐妹 对他可能也很熟悉 像他写很多的短文 带牵一只蜗牛去散步 等等等等 你可以去上网搜寻 那我最近有机会 听到他的一些分享的时候 他就提到 他说我们在台湾的年轻人 常常有的是海鲜文化 而不是海洋文化 什么叫做海鲜文化 他说呢 他带这些台大的学生出去 比如说到海边 去看这些生物啊 怎么去保护啊 养育啊等等等等 环境科学等等 他说呢 可是到海边去的时候 带着学生去field trip 可能也是study trip的时候 他说学生常常问我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老师这个可不可以吃 第二个问题 这个吃了之后 这个要怎么吃 第三个问题 那老师这个吃了之后 会补哪里 这个叫做海鲜文化 可不可以吃 怎么吃 吃了以后补哪里 这就叫海鲜文化 但是什么叫做海洋文化呢 他说其实过去这几千年来 很多的这种世界的大国 其实都是看到就是说 哇 这个海洋是我们要征服的 这种方式 然后呢 他看到的是全世界 就好像我们今天 站在教会也好 站在神学院的角度来看 应该看到是大地接工厂 全世界我们都可以去 所以我们也常常鼓励 我们的学生说 不但要走出LA 也要走出USA 不要一直卡在这里 你觉得LA这边就是华人的圈子吗 就是美国吗 不是 其实很不一样的 所以就怕 那海洋文化是什么呢 就是应该要看到 全世界的挑战跟需要 愿意走出去 而不是什么 什么伤心的海岸 什么悲情的什么城市 各式各样的东西 所以这就是海鲜文化跟海洋文化很不一样的地方 所以同样的 今天呢 其实我们也可以回到 就是在我们的这个生活当中 在基督徒的生命当中 我们来思考 特别今天是要跟大家一同来思考 国度观这个主题 首先第一点 不要把耶稣关在门外 不要把耶稣关在门外 我们这边的经文是在这个 启示录三章二十节跟二十一节 我们请大家一起来读 启示录三章二十到二十一节 来请 看啊 我站在门外 叩门 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 我要进到他那里去 我与他 他与我一同作息 得胜的 我要赐他在我宝座上与我同作 就如我得了 在我父的宝座 与他同作一般 好 谢谢 所以在启示录三章二十节跟二十一节这边 就告诉我们几件很重要的事情 首先我们来看启示录三章二十节 这边主耶稣说 看啊 我站在门外叩门 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了 我要进到他那里去 我与他 他与我一同作息 这节经文呢 常常在教会里面呢 被应用在 什么 布道会 有没有注意到这件事情 好 主耶稣在你的行门 敲门 好 你开门 好 让他进来 他就进去跟你一同吃喝作息 但是回到创世 I mean 启示录第三章的时候呢 他的context 他说话的对象是谁啊 是教会 有没有 OK 不是布道的context 是教会 就有点像这个 早上如果你有参加 林志明老师 这种 这个workshop的时候 他就提到 其实 其实那个 刘院长也提到 其实今天 阻碍教会成长 跟阻碍基督徒 信徒成长的 最大的拦阻呢 其实就是教会自己 其实就是我自己 我这个本身 OK 所以这边讲到的 其实是一个 很严重的危机 就是说呢 今天教会 常常把耶稣 关在门外 所以呢 主在门外叩门 这是我们值得 思考的 其中一个问题 比如说 像在洛杉矶 我想这个 感谢神 我们之前 过去这十几年 有机会到 这个东岸 美国的东岸 在加拿大 在不同的地方服事 我发现 每个地区的教会 华人教会 它有它不同的特质 路然基的教会呢 如果你说 它有什么特质的话呢 那我觉得 总结起来是一个字 盲 我们在这边 非常非常的忙碌 如果你要把它总结成三个字 就是忙 忙 OK 然后呢 就是说 但是东岸呢 比如说东岸的话呢 他们就很喜欢学习 不知道是不是跟波士顿地区 很多的好的学校 在那里有关系 我就注意到 在中西部 在南方 我们自己以前 在美国南方 住过七年 就比较近前 比较能够安静 但是我们这边 就非常忙碌 所以我们今天 在教会里面 充斥了各式各样的program 非常非常的忙碌 OK 所以这个是值得我们警醒的一件事情 这是一个 主要不要把耶稣关在门外 不管是个人也好 或者是教会也好 这是一个 另外一个 21节呢 又提到一个很重要的概念 因为主说呢 他说得胜的 我要赐他在我宝座上 与我同坐 就如我得了圣 在我父的宝座上 与他同坐一半 这也是我们今天 所讲到的主题 就是国度的概念 或者是国度观 其实在整本圣经里面 至少它有两条很重要的线 就是我们通常讲 圣经的合一性 第一条线是什么呢 我们叫做这个国度线 或者是你可以把它叫做 国度的荣耀线 因为注意到在创世纪第一章呢 神创造万事万物的时候呢 最后他在他的高峰 climax的时候呢 他照着自己的形象 照着人 就是你跟我 目的是要管理万物 也就是管理神的国度 对不对 西白书里面也告诉我们说 神让我们暂时比天使微小一点 然后呢 哥林多士里面也讲到说 岂不知我们有一天是 其实是要管理这些天使的嘛 OK 天使不过是服役的灵 所以就是说 从圣经里面 整本圣经宏观的角度来看 从创世纪一直到起初 一条很重要的线就是国度线 你也可以把它叫做国度的荣耀线 有人把它叫做金线 就是金黄色的 因为呢 从第一本书到第一卷书到最后一卷书 其实神的心意就是希望我们跟他同坐 执政掌权 然后呢 管理神所创造的万有 所以刚刚创世纪三章21节就提到这个很重要的 其实三章21节就提到这个很重要的一个概念 国度线的部分 另外一条线我就稍微提一下 另外一条线我们通常叫做救赎线 救赎线通常是用红色代表 是从创世纪第三章 十足亚当夏娃 犯罪堕落 可惜偏离了神的信仪 但是呢 神马上就赐下救赎之约 要把人挽回 带回到这个神的国度当中 所以国度线还是为主的 所以就是说呢 我想今天呢 我们在思考人生的意义跟价值的时候呢 第一件事情也是最重要的事情 一定要跟神永恒的国度连结 那个才会有真正的意义跟价值 这是一个 那所以呢 就是说呢 我们在这个思考跟应用的过程当中呢 我想首先最重要的第一件事情 就是我们自己要悔改 要回到神的心意当中 这是一方面 那另外一方面就是说呢 既然这边提到就是说呢 很可惜 主常常是在门外叩门 那但是呢 主也告诉我们 在21节也告诉我们就是说呢 其实他盼望你我成为国度的得胜者 所以这就很重要 就是说我们就要思考怎么样成为一个国度的得胜者 然后可以与主同坐 在那边就是说掌管神的国度 那简单的来讲 就是如果从经文来看的话呢 这就讲到大使命的重要 我们刚刚提到大戒命 现在我们讲到大使命 那从神学的这种 或者说从圣经跟神学的角度来看呢 我觉得就是 有一件事情 我觉得很难理解 我们都同意大戒命很重要 The Great Commitment 最大最重要的这种戒命 我们也常常提起 也用这个来勉励自己 可是我发现呢 信徒当中 包括我自己在内 我们常常把大戒命呢 当作是装饰品 一个是The Great Commitment 另外一个是The Great Commission 一个是大戒命 一个是大使命 我们很看重大戒命的重要 也知道大戒命的重要 可是在大使命方面的话呢 原谅我这么说 我看到北美的教会 我们多半只是把它当作装饰品 很多的教会就是一年一次 所谓的拆船年位 把它贴出来看一看 就算了 我们就觉得 好像我们已经完成大使命的样子 所以就是我想今天 要跟大家一同花一些时间 一同思想 怎么样才是让The Great Commission 变成The Great Commission 但是在这个思想 这些事情之前 我就说大使命呢 就简单的来讲 就是其实我们可以从 我们在生活上来思考这件事情 好比说我今天 我送我的孩子去上大学 那感谢神我们有一儿一女 那他们其实都已经长大了 然后呢也工作一段时间了 那比如说当我送我的孩子去上大学的时候 我就这个比如说我送我儿子去好了 我送我儿子去上大学的时候呢 我送他去study半年一年了 然后呢那有一天又跟他联络的时候 我就说儿子你觉得你在这个大学这边过得怎么样 你的收获怎么样 等等等等之类的 他说啊 他说这个爸爸 我这边这个学校吃得很好 每个都吃得很棒很营养 然后呢那个我在这边又交到很多很多的好朋友 我很享受大学的生活 OK 那跟他在交谈的过程当中 那我就问他说 那你有没有什么具体的计划 或者是目标没有 比如说 如果他没有crew的话 我就要给他crew嘛 对不对 做父母就是这样子 然后他说 比如说你们要准备 那你准备什么时候要毕业 可是如果他回我说 他说啊 我要毕业啊 大家懂我的意思吗 就是他只是享受 比如说 我儿子很有意思 他那时候 但是这个不是 我的意思是说 不是说他不知道他要毕业 我记得我儿子那时候在上这个念书的时候 念大学的时候 他很有意思 因为他是ABC 对华人的文化了解不多 然后后来他因为拿了奖学金 他就把那个课修到maxima 他说 他有一天就跟我跟师母讲 他说爸爸妈妈 我现在还有一个学分 还有一个学分 我可以拿奖学金 这个学分是免费的 然后还想再修一个一学分的课 可是看来看去不知道要修什么 后来他后来去修什么 修什么课 舞蹈 OK 舞蹈是其中一个 他其中 他就是 类似 就是说跟武术 跟中国武术直接相关的 然后他后来发现说 真的中国文化 华人文化博大精深 but anyway 我回到我刚刚的重点 就是说 如果他今天只是享受那种课程的学习 享受学校的实物 享受教很多的朋友 但是呢 都不知道要毕业的话呢 那就很麻烦了 对不对 同样的道理 我想今天教会如果要成长的话呢 很重要的一个关键呢 就是说 我们要知道教会存在真正的目的是什么 那个The Great Commission 那个唯一最重要的使命是什么 这也是为什么大使命叫做大使命 那求神来恩待 来帮助我们 我们今天也提过 在洛杉矶地区是一个非常忙碌的 一个都会地区 今天我们又活在资讯爆炸的时代 大家盼望我们都不会是在这里空忙 瞎忙 或者是白忙一场 到最后呢 到神的那边的时候呢 就没有办法交账 求神来恩待我们 帮助我们 也就是说 今天在教会里面呢 我们可以有很好的团契生活 这个没有问题 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呢 就是说我们可以看中各式各样的program 华人当中特别看中use program 这是一个 那我们在非洲服事的时候呢 我就注意到 非洲那边的教会呢 他们特别看中什么 比较 我们叫做tangible good 比较看得见摸得着的教会成长 就是说北美的教会 跟非洲的教会都看中教会成长 那北美比较focus在intangible的program 比如说use program 门训 各式各样的program 这个我们叫做教会成长 那在非洲的话呢 我们常常碰到那边的教会 就是在筹款 比如说 比如说你要这个盖厨房 建厕所 然后加强屋顶 所以这个就比较属于tangible 看得见摸得着的 其实你说是教会成长 更像是教堂 building的成长 可是你不管是看北美 或者是看这个非洲 所谓的教会成长呢 我觉得严格说起来 那个都是自我中心的教会成长 我们很少看到 神的国度的挑战跟需要是什么 所以我们来思考 怎么样来把这个大使命 具体的做起来 那在我们思考这个 进一步思考大使命的 这种应用之前呢 我们来思考 一个很重要的主题 就是说今天呢 其实我们是活在教会的时代 OK 今天我们是活在一个教会时代 什么叫做教会时代呢 因为就是2000年前 觉书诞生 来到这个世界 这个是觉书第一次降临 那个是 所以我们用十字架来做代表 因为他不但是降生在马朝 而且在十字架上 这个为你我来付上代价 所以可以用十字架来代表 那第二次降临的时候呢 其实就是这个末后的审判了 OK 那第一次降临呢 跟第二次降临的中间 我们现在看到这个紫色的 那个箭头的部分呢 其实就是你我现在所活的时代 这个时代呢 我们通常叫做教会时代 教会时代呢 我们在神学上也有一些 比较有趣的用词 我说有趣的意思就是说 可以拿来做参考 通常这个行动教会时代呢 叫做already but not yet 中文把它翻作 以然未然的时代 什么叫做以然未然呢 就是以然的部分呢 讲到的就是说呢 其实呢 神的国度已经设立了 随着教会的设立呢 神的国度已经设立了 因为学书在十字架上已经得胜了 但是呢 未然就是还正在发生的过程当中呢 就是说我们要等到 学书第二次降临的时候 国度就完全实现了 所以这就是我们第一次 跟第二次中间的这种教会时代 教会时代呢 其实有很多重要的特质 是值得我们去思考跟了解的 因为注意到 我们一开始就提到就是说 今天我们所做的事情呢 很多的东西呢 其实呢都可以带进到永恒里面去的 对不对 然后呢 在教会时代呢 教会时代呢 有两件事情 是只有在教会时代可以做的 但是一旦进到神永恒的国度 就是主耶稣第二次降临的时候呢 就没办法做了 有些事情是只有我们现在可以做的 第一件事情是犯罪 OK 为什么只有现在可以做呢 因为我们还有很多的软弱嘛 然后呢 那感谢神 教会虽然软弱 这个 而且教会也没有枪火大炮原子弹 可是教会可以不断的成长 是因为神的恩典跟怜悯 神在当中掌权也改变我们 所以 所以我们就常常讲就是说 不要找完美的教会 然后呢 你不要 因为你找不到完美 这事上没有一个完美的教会 这是第一个 另外一个呢 就是说就算就算 如果你真的找到完美的教会的话呢 千万不要加入 因为你一加入那个教会就不完美了 OK 所以就是说呢 其实在教会时代呢 第一件事情就是说 我们会犯罪 会软弱 OK 约翰一书一章九节里面也讲到 就是我们会有软弱跌倒的时候嘛 这是一个 第二件事情呢 就是说只有在教会时代可以做的事情呢 是什么 是传福音 OK 因为当主再来的时候呢 你我就已经完全了 所以呢 就没有软弱犯罪的问题 而且呢 那如果就是说当主一旦再来的时候呢 那我们那个时候也没有传福音的需要了 因为对不起 那个时候门已经关起来 这就是为什么传福音这么急迫 这么重要的缘故 因为呢 等到主再来 那个门就关了 OK 那所以呢 我们刚刚提到说 在教会时代 我们有两件事情 只有在教会时代可以做的 第一个是犯罪 谢谢李医师 我知道你总是做第一排的好学生 跟你学很多事情 我跟你学很多事情 这是一个 第二件事情是传福音 OK 所以一定要把握时间 那在这两件事情当中 一个是犯罪 一个是传福音 你猜 在教会时代 神希望我们做什么 当然是传福音 OK 然后呢 那有一节经文很重要 我在这边特别点出来 跟大家来分享 是在马太福音 24章 14节的经文 这边讲到就是说 主耶稣第二次降临的 很重要的一个关键 在哪里 马太福音 24章 这个14节的地方 请我们大家一同来念 来请 这天国的福音 要传遍天下 对万民做见证 然后末期才来到 好谢谢 就说马太福音 24章是很多人会读的 我想特别是 最近乌克兰战争 可能很多人在读 其实我还没有信主之前 感谢神 就是说 我跟我的师父 都是自己家里面的 第一个基督徒 就是说我还没有信主之前 其实我也读过关于 这个马太福音 24章的内容 因为有一本书 以前我买过一本书 叫做末世大预言 有没有 因为马太福音 24章讲到就是 这个在末后的时候 民要攻打民 国要攻打国 各地有饥荒 有地震 点点点点 那时候虽然还没信主 但是对末世很好奇 就说 是怎么回事 好 看看 那我们在看 马太福音 24章的时候 大部分的时候 我们都会专注在 末世的预言是什么 什么饥荒地震 有人在分析 研究地质学的人 就发现 近代这几十年 比如说二三十年 它地震发生的那种 震浮 还有频率 越来越强 然后频率越来越高 然后都是在证明 就是哇 主真的快来了 OK 然后呢 但是呢 如果从马太福音 24章整体来看的话 其实主耶稣在那段经文里面 教导的重点 并不是末世的预言 当然他有提到末世的预言 但是他真正的重点 是在祷告跟警醒 祷告跟警醒 其实也是同一件事情 OK 但是我今天特别把 十四节挑出来的原因 是注意到就是说 在整个马太福音 24章的教导当中 他就提到 主耶稣就提到一件事情 他说这天国的福音 你们注意到 天国 国度的观 把他带进来 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 什么叫做天下呢 对万民做见证 然后末期才来到 所以说今天 其实我们有责任 有义务 有责任 把福音传给万民的 OK 这是教会的责任跟使命 然后对万民做见证 接下来有两个字很特别 他说 然后末期才来到 我想今天我们作为一个认真的基督徒 作为一个警醒的基督徒 我们都很盼望主的再来 对不对 然后呢 特别是 比如说你工作的时候 明天下个礼拜 project要 due了 如果做学生的时候 这个这个 要马上考试了 可能有些人这个时候 就抱着这个神的大腿 在捣到 主啊你不要等到下礼拜再来 最好明天就来 我就不用了 这个 就是碰到这些挑战 but anyway 其实我们在这世上还是要摆上的 but anyway 但是我好像很少听到有人说 我明天要旅游啊 或我下个礼拜结婚啊 主你赶快来 比较少听到这么讲 but anyway 我的point就是说呢 其实我们盼望主再来 是好的 也是对的 但是主再来呢 根据圣经的教导 其实它有一个很重要的条件 就是要将福音传给万民做见证 然后这个末期才会来到 所以我们做基督徒一定要注意到这件事情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我们就看到 其实神在普世华人当中 有一个很特别的心意跟带领 首先呢 就是说 神真的很爱我们华人 今天普世的人口 就是我们用大概来算的话呢 比如说你至少五个人当中 有一个是华人 所以从我个角度来看 神很爱护华人 让全世界有这么多华人 我大概两年前去佛罗里达 参加一个宣教士的聚会 结果呢 碰到一对白人的宣教士夫妻 因为这个都是 宣教士现在美国还是拆派很多 我是唯一的华人 by the way 然后呢 去参加这个mission conference的时候 宣教士的conference的时候呢 那有一对白人宣教士夫妻 就跟我聊起来 他说 James好可惜 我们只生了四个孩子 我说 为什么这个这么重要呢 他说 如果我们再生一个 第五个一定是 It must be Chinese 我们要是再生一个 就是华人了 OK 你看他们有多爱我们华人 然后呢 其实过去 纯正的福音传到华人当中 已经超过两百年了 今天我们得着了福音的好处 所以今天我们可以教会里面 在这里领受神的恩典跟祝福 但是我们没有想到 要还那个福音的债呢 好像在罗马书里面讲 史伯保罗讲说 我是那个欠债的人 那回到华人的身上 那有几件事情 很快跟大家报告一下 第一个呢 在全球化之前 全球化大概是从80年代开始的 那特别是透过通讯 电脑网络的科技发展得很快 在全球化之前呢 全世界呢 只有两个群体是散布全世界的 第一个是犹太人 因为被神管教 在万国当中抛来抛去 很可惜 第二个就是华人 华人在散布全世界的过程当中 今天如果你从福音的策略来看的话呢 我们只要把全世界的华人的福音 或者是用一个简单的讲法 如果我们可以把每一个华人的中餐馆 翻转变成福音据典的话呢 那华人教会就遍布全世界 我们就可以做全世界的跨文化宣教 简单的来讲 最后 这个要提到一个重要 一个重点 就是说我们刚刚谈到这种教会时代的重要 其实教会时代呢 也是大使命的时代 既然是大使命的时代 那我们要回到大使命的经文 跟大家一起来看 来思考这个问题 就是说怎么样去具体的来建立国度观 并且投入到这种国度的使命当中 在马来福音 28章18节到20节的经文 请大家一起来读 18节开始 请 耶稣近前来 对他们说 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 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 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 凡我所吩咐你们的 都教训他们遵守 我就常与你们同在 直到世界的末了 好 谢谢 这段经文呢 其实呢 有很多很多的教导 但是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只能够挑几个重点 跟大家很快的分享 第一个 我每一节先挑一个重点 跟大家分享 第一个在18节的地方 耶稣近前来 对他们就是门徒说 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 OK 所以这边就讲到这个 神赐给我们属灵的生命 OK 这是一个 那在外面带领这个 猜传年会的时候呢 我常注意到说 有些教会他在猜传年会的时候呢 他会从19节开始 跳过18节 然后就读19节20节 但是注意到 19节一开始的两个字是 没有 我是要测试 是有没有人睡着 这样 所以 OK 好 听起来是没有人睡着 所以 所以的意思 19节是所以 那就表示18节是 因为 也就是说 今天为什么教会要做大神明呢 因为天上地下 所有的权柄都已经赐给主了 注意到主耶稣 他在十字架上 一共讲了七句话 我们叫做十架七言 其中 有一句话就是 沉了 他讲的其实就是 在创世纪第三章的救赎之约 就是 父神的那种救恩的计划 成全成就了 他不是说 完了 他也不是说 毁了 有一次我听童工说 算了 他说的是 是沉了 OK 所以就说 因为天上地下 所有的权柄都已经赐给主了 所以 他不但得胜的 他也把这个得胜的生命赐给你我的 所以 18节 首先是 我们已经从主那边领受的生命 而且是得胜的生命 这是第一个 我们要参与大神明的原因 19节 他说 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 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 18节讲的是生命 19节讲的就是使命 今天教会要做什么呢 要去 要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 那当然就是说 从门循的角度来看 我们说 做门徒是最主要的动词 你去看希腊的原文 但是注意到 他这边也讲到 就是说是使万民做主的门徒 也就是说我们在传福音的过程当中 我们自己学习怎么做门徒 我们也让带领万民进到神的国度当中 所以它是一种双向的成长 这个我们华人特别容易疏忽 忽略的地方 因为 比如说我们 十多年前 要去非洲之前 那时候 在这个 China Town的这个 罗省第一华人进行会服事 我们那边 那时候 林道恩牧师还在的时候 正常聚会就是2000多人 那教会很复兴 教母同工团队也很多人 十几个人 然后那时候 因为神的代 因为我们原来在念研究所 我跟师母在念研究所的时候 就被神呼召 那呼召的是 这种国度的跨文化宣教 那我们就一直往这个方向走 所以在那边 跟林道恩牧师实习 配搭 跟他学习 很多很好的学习 大概两年 我们就跟 其实我们一开始就跟教会讲 就是我们只是来这边两年 之后我们要move on 因为我们的呼召是宣教的 后来两年之后 感谢神 一方面神学院的学习 那时候念THM 告一个段落 另外一方面 教会这边 虽然那时候我们负责 主要是负责国语 堂这种事工 也成长得很快 超过一百人 教会也希望我们留下 但是我们祷告 就谢谢教会的好意 但是我们就说 神的带领 我说当年的神的带领很清楚 要我们去做 这种跨文化的宣教 但是现在神没有很清楚的带领 告诉我们要留下来 我也不敢留下来 先fulfill 神的使命 这个最重要 然后当中有一个传道人 他就说 他很关心我们 他就说 他说James 我听说你要离职了 然后你要move on 那你接下来要做什么 我说我们要去做普世宣教 他说普世宣教 太棒了 全世界这么多华人 这个普世宣教非常重要 我说不是不是 我们要去参与到 我们要去非洲做跨文化宣教 不是华人的宣教 他说 你要去非洲做跨文化宣教 他说全世界还有这么多的华人 都还没有信主 你居然说你要去非洲做跨文化宣教 你太好高物源了吧 OK 但是今天我们回过头来 想一件事情 其实 过去这两百多年的时间 多一点点的时间 神当年感动了马里逊 来到我们的当中 然后中国内力会 一百五十多年前 神也感动戴德森来到我们当中 如果神当年呼召马里逊跟戴德森的时候 他们也跟神说 神啊 英国还这么多人没有信主 好不好等到全英国的人信主之后 我们再去中国 我们再去华人当中 如果他是这样回应的话 我们可能就没有这么早 这么快的机会接触到福音 甚至到今天 英国有没有全英国人信主 也没有嘛 对不对 但是就是说 我不是说就是 怎么讲 从换一个角度来看 就是说 在教会里面的门徒训练 跟普世宣教 他应该是相辅相成的 互相帮助 而不是互相对立的 那我刚刚特别提那个 见证的原因就是说 求神恩待我们华人 不要只看到华人的需要 然后呢 要看到神的心意是什么 所以我们刚刚讲到生命 也讲到使命 第二十节 这边呢 就是说 主说 凡我所吩咐你们的 就教训他们遵守 我就常与你们同在 直到世界的末了 这边我特别要强调 那个同在的部分 主的同在 神的同在的部分 那早上 刘院长 刘文师他也提到 就是说 合主亲密的关系 是一切的首要 今天我们可能很多的时候 我就觉得我自己 特别可能要注意到这样子的软弱 因为是从管理的背景出来的 那做很多事情的时候 我们可能就强调 所谓的聪明智慧 或者是强调策略 或者是强调分析 但是呢 随着我训主的时间 增加的 增长了 我才发现就是说 这些人的东西 还是其次的 还不是最重要的 真正最重要的 其实就是与主亲密的关系 就是主的同在 换句话讲就是 今天当神给我们带领 要做什么事情的时候 就算跟我们原来的想法 或者是智慧 或者是策略不一样的话 也应当照着做 就像以赛亚书55章所说的 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 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 是同样的道理 所以我想简单的来讲 就是说今天我们信主的人 其实有一个很特别的祝福 因为在诗篇23篇里面 就讲到说 我虽行过死因的忧果 也不怕遭害 你的账 你的肝都安慰 就是他最大 他是死因的忧果 不是死亡的忧果 罪已死 主耶稣已经胜过了 对不对 早上刘院长也提起来 所以我们今天是走过 死因的忧果 但是不怕遭害 因为有主的同在 这个是最重要的事情 所以这个很难形容 我能够想到一个 比较好的形容的方式 简单的来讲 其实我们今天活在这个世上 活在这个教会的时代 有点像是一个 我们是在参与一个 鼠邻的Disney 就是说 其实主在那边保守 在看顾 我们不用害怕碰到什么事情 最重要的是 要抓住主 然后听见主的声音 要有主的同在 所以就是说 在服事的过程当中 我们就不用害怕 在旧约里面有一个很好的例子 就是约瑟 在约瑟 在这个旧约里面 约瑟 我想他这个 不知道可不可以把它形容 好像是阿信 这种一生 我们当中 我相信每一个人 跟我一样 都是来到美国这边 要么是移民 要么是留学 或者是工作等等之类 我们没有一个人 是被哥哥们出卖 卖来美国的吧 对不对 这是一个 因为他是被他的哥哥们陷害 甚至本来要置他于死地 迈出去了 然后之后他又被他祖母陷害 然后之后他在监狱里面 又被其他的这些 这种一起关的这种犯人 但是其实是高官 就是忘记 忘恩负义等等之类的 可是当我们看约瑟的一生的时候 有一个很特别的事情 他虽然碰到很多的挑战跟难处 好像死因的幽谷 可是在这当中 他一直经历到神的同在 而且他离他的命定 就是成为埃及的宰相 越来越接近 所以在创世纪50章 他结束的时候 他说神的心意原是好的 所以同样的 在我们走这一生的过程当中 其实就是撒加利亚书所说的 不是依靠智慧 不是依靠才能 乃是依靠神的灵 方能成事 求神恩待我们 来更多来看重神的同在 最后我要提出一些挑战跟邀请 就是说 其实当我们回到 刚刚在经文里面的话 我们这里可以看到 就是说 在第十九节的经文 主说 你们要去使万民 做我的门徒 一方面 其实 他讲到国度观 我们在这世上生活的时候 一定要看到神永恒的国度 另外一个 就是要看到 要有国际观 就是说 看到万国万民的需要 就是求神来恩待帮助 这是一方面 要有国度观跟国际观 另外一方面 所以国度的矿化宣教很重要 最后一个 就是所以你们要去 今天神的吩咐不是说 我们在教会里面常说 他们要来 我的朋友 他生活有困难 我的邻居怎么样 或者是谁谁谁失业了 他们要来教会 这是我们常常的做法 其实主的吩咐是什么 是我们做基督徒的 要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 怎么去呢 我最后提出三点 做总结 做结束 简单的来讲 就是 人去 钱去 祷告去 就是说 一切的事工 一定要从祷告开始 然后呢 求神来恩待我们 帮助我们 能够在 就是说在这个 普世的这种 万民的这种 福音的需要上面 有更多的参与跟投入 特别是从祷告开始 我自己常常做的一件事情 就是礼拜六早上 我说这是国度的禁食祷告 那段时间就思考国度的事情 而不是说早上一起来就忙 很多很多其他的事情 这种事情其实是忙不完的 OK 这是一个 那前去的部分的话呢 我鼓励大家 也挑战大家 就是有国度的十一奉献 我相信我们都做到了 在教会里面的十一奉献 除了那个十一奉献之外呢 有没有可能我们有第二个 十一奉献 来参与到国度当中的需要 我想跟很多福音的机构一样 就是说今天正道 那感谢我们的事工 都是因为弟兄姐妹的支持 可以参与也投入 所以欢迎大家来参与正道 成为我们国度的伙伴 那最后一个 就是人去 人去前去祷告去 所以我们刚刚讲 祷告是为万国万民祷告 不是只为自己 自己的家或者是华人祷告而已 然后呢 这个前去的部分 就是第二个十一奉献 就是国度的十一奉献 那最后一个人去的部分的话 就是说 其实我们可以透过短宣 可以透过各式各样的方式 甚至Vision Trip 去看到国度的需要 我最后要用一个见证 来作为结束 我们在这个乱级这边 有一个教会 一个很不错的牧师 教会本身也很复兴 那个牧者也很好 现在是我们第一命的学生 然后呢 他大概几年前 大概三四年前 有机会到非洲 去短宣 到刚刚老师 我们学一后牧师 他们在北京的教会 拆派十几个人 到乌冠达那边 做矿文化宣教 十几个人的团队 都是大学的本科生 都是这种研究所的学生 在那边 就毕业之后 因为国度的关系 去到乌冠达做矿文化宣教 那回到这个林牧师 这位林牧师 在现在也是我们第一命的学生 学牧师已经毕业 从第一命毕业 那这位林牧师呢 他在教会里面 主要负责的是 这个青年人的事工 Youth Ministry 他大概三四年前 去到乌冠达 去那边看那边的这种事工 哇 心里面非常的感动 他回来之后呢 他自己分享 他说我回来之后呢 跟我们这个年轻事工的成员 认罪悔改 他说我过去实在太小看你们了 讲的都是五指登科 银子 帽子 房子 车子 妻子 等等之类的 他说其实你们可以为 神的国度做很多的事情 因为他在乌冠达的时候呢 他就看到这些大学的毕业生也好 研究生也好 在那边不只是在做门徒训练 开荒职堂领袖培训 对神的国度就有很多 很大的帮助跟影响